在10月1日,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超过200枚导弹,以色列军方当然还是和往常一样,第一时间跑出来说,我们拦截掉了大部分的导弹,只有少数落了下来,然后我们的战斗机、无人机和弹药库都没有问题,只有部分建筑轻微损伤,为什么他要特别提到战斗机呢? 原因很简单,因为现在多家媒体都在报道伊朗这一次的导弹袭击,摧毁掉了以色列两个中队,20多架F35战斗机,所以以色列军方才必须要在辟谣的时候,专门提到战绩没有受到损失,可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呢?恐怕只有以色列人自己知道了,不对,就连以色列人自己也不知道, 因为在袭击发生的第一时间,以色列政府就颁布严厉,任何人不允许拍摄伊朗导弹的弹桌点,严禁传播一切现场图片,违者将会被判处监禁,咱们换为思考一下,假如你是以色列政府的高层,伊朗的导弹袭击,对你们来说不痛不痒的,全都被铁穹给拦截下来了,在这种情况下,你是会选择无嘴敬言呢? 还是大大方方让记者和市民们,去军事基地里面拍照参观,当然是后者了,这不就是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,一次最完美最出色的实战展示吗? 你再找几个摄影师过来,拍一组宣传片,那么这军工订单,岂不是哗啦啦的就来了? 可是以色列做法却非常的让人感到诧异,要么就是以色列太低调了,不在乎订单,更不在乎钱,毕竟以色列人都很谦卑嘛,要么就是以色列人有难以透露出来的引擎。 比如有卫星图片就拍到了,位于以色列南部的内瓦提姆空军基地受损,基地主跑到附近的一处几苦屋顶破了一个大洞,还可以看到大块的碎片散落在建筑物周围。 目前以色列军方对于此事还没有任何解释和评论,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,以色列一边宣称自己没有损失,一边又歇斯底里的咆哮,怒吼着要报复伊朗,袭击他们的石油设施,并且不排除直接暗杀伊朗的高官。 实在没想到,一个国家居然将暗杀这种事情放在嘴边上,这不是妥妥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最好证明吗? 更好笑的是,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人还说将会坚定地支持以色列行使自卫权,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,美国说要支持以色列行使自卫权,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于一军空袭,美国又说要支持以色列行使自卫权,现在因为以色列一直挑衅伊朗,伊朗急了,终于用导弹袭击了以色列,结果美国依然说要支持以色列行使自卫权。 我是搞不懂,这以色列的自卫权到底是怎么定义的,难道就这么宽泛吗?难道只要和以色列不对付的,或者说只要是以色列看你不顺眼,他都可以用自卫权来袭击你,敢愁我以色列,我就干你,以色列就是这么霸道。 毕竟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,都被以色列给禁止入境了,这是看起来很离谱,可实际上这是以色列对于世界上,那些软柿子政要们的一次敲打和服从性测试,首先说为什么要禁止古特雷斯入境? 因为在以色列被伊朗给袭击之后,美国这边郑洁纳都急坏了,拼了命地冲着以色列表忠心,拜登更是连说三遍,美国完全支持以色列,好一副父子子孝的感动场面,恐怕拜登在向吉尔求婚的时候,都没有这么肉麻吧? 而布林肯身为犹太人,更是带头谴责了伊朗,他说想象一下,纽约市的所有人必须在十分钟内寻找避难所,儿童,婴儿,老人,这就是在以色列发生的事情,布林肯说话的时候,那叫一个义愤填膺的,这就是他们的思维,只准我欺负你,我就算弄死你,你也不准还手,只要你敢骂一句,我就要行使我的自卫权, 并且号召大家一起来谴责你,而就在这时候,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只是跑出来说,我谴责中东冲突不断扩大,升级,这种现象必须停止,我们绝对需要停火,站在他的立场来说,这话已经很重肯了,人家也没说指责你以色列,只是让你们停火,可是以色列却不敢了,以色列外长卡茨跑到社交媒体上对古特雷斯狂喷, 说他这是对以色列带有偏见,所以我们以色列不会欢迎这种人,然后就给古特雷斯永久拉黑了,是不是感觉非常的莫名其妙呢? 但对于以色列来说,你们必须要无条件地偏袒我,必须要无条件地表明支持以色列,在私底下说还不行,还必须要在公开场合发表声明,要像拜登和布林肯那样公开地表达,对以色列的忠心,要不然你们就是反忧,忠诚不绝对,就是绝对不忠诚。 当然这一条只是对于世界上,那些软柿子的政要们进行敲打,毕竟联合国秘书长,大家都知道你没啥权利,就算得罪了你,也不会对以色列造成啥影响。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种幼儿园里面的小霸王?以色列现在就是那个小霸王,只会剪软柿子捏,要是碰到厉害一点的,别说中学生了,就是小学生来了,给他来一拳,他立刻就贪坐在地上哭闹,让别人给他主治公道。 这就是以色列,之前很多人总说伊朗很怂,不敢反击,但其实原因大家也都知道,伊朗内部已经被渗透成了筛子,精英阶层都普遍清明,可这一次伊朗算是达成了共识,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。 如果以色列就此迎人,这是可能就这么算了,伊朗那边也不会再说什么,可就怕以色列当惯了幼儿园里的小霸王,背后还仗着有美国人在撑腰,真把自己当成世界警察中东分局局长了。 如果以色列真的跑去袭击伊朗的石油设施,那么伊朗的主战派就会占据上风,彻底压制组合派,然后伊朗就会开始全国动员,团结起来一起去干以色列。 大家虽然调侃伊朗很耽,是世界上最能忍的国家,可伊朗的军事实力是摆在那的,更何况除了伊朗之外,以色列现在还需要面对哈马斯、胡塞武装、真主党、叙利亚、伊拉克民兵,甚至还有法塔赫,以色列将会陷入期限作战的艰苦局面。 虽然你很牛,仗着有美国人支持你,无限援助你武器弹药,可蒙虎架不住群狼,要是人家跟你打消耗战,一个一个去拼你的人口怎么办? 以色列也就九百多万人口,巴以冲突爆发之后,还跑掉了几十万人,打闪电战还可以,可如果要打持久战,那么拼到最后,拼的其实就是人口,当年的日本都被我们硬生生的给拖垮了。 更何况现在的以色列呢?又因为以色列的情况摆在这里,美国人是肯定要四包以色列的,因为以色列是美国人的爸爸,是美国的软肋,是美国的淡淡,一捏就几眼的那种,那么美国也就只能被捆绑在以色列这架疯狂的战车上面,虽然知道前方是悬崖,但也只能继续冲下去。 还是那两句话,一是以色列现在越疯狂,美国的情况就越是危险,只能被一直拖死在中东,二是阿拉伯兄弟们家加油,再拖个十年,不,再给我们五年时间,大事必成。